他對於每次都有人說 棒棒糖要再買美養品 可以嗎 我大概有出手大概三次 那你沒成 可能他們覺得儲勞不夠多吧 你一直拖啊 我要每天塗多少保養品 我要一直維持偶像很累耶 大概到六七十歲的時候 就可以做決定了 還要唱那個什麼苦茶 全明星好勸傻眼沒訓練被拍上場 棒棒糖合體出手三次破局 其實之前我都是聽王子還有小玉 還有小姐他們參加過的那個分享 然後他們給我感覺就是很累很累 你這個年紀應該不行了 你要去啊 後來找我的時候我有糾結一下 就覺得還是來吧 因為感覺這個體驗沒有過 四十歲的O犬在季中加入全明星黃隊 立志成為桌球小旋風的他 終於有機會秀一波囉 好球 好球 好像桌球是我比較擅長的 那雖然說那場沒有打贏 但我有抽到幾球蠻帥的 目前有兩場比賽是讓我傻眼的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郭哥要這樣排 每一次比賽是三個項目嘛 那我大概會鎖定一個項目去練 結果我沒上場 但上場是另外一個完全沒有練的項目 這個核球大概是前五分鐘才說 有四個戰術 我完全沒有跟他們練到 然後就在五分鐘記下四個戰術 我覺得郭哥是不按牌理出牌 他真的不在乎獎盃 他在乎我是整個團隊的團魂 你就上去玩嘛 管他的 上去開開心心的打一場比賽 就這樣 但是我當事人的心情 就是 我是一張空白的紙要上去 我的隊友應該會更緊張啦 彭尊很緊張 然後我就說 你就放開打 反正都這樣子 結果他那場得五分 不會 我加入黃隊就是他們的大哥哥 然後常常就是需要給他們一種 很chill的感覺 對 讓他們覺得比賽不是說 輸了這一場就輸掉了一輩子那種感覺 現在平手來 你們要繼續輸下去是不是 你們打入比賽能看嗎 講真的能看嗎 那個樓梯間是蠻沉重的 暗黑樓梯間 可能郭哥真的很 不喜歡看我們就是垂頭上去啊緊繃 為什麼是叫男隊 可能男隊比較能夠承受這種 那個氣氛是 工作人員過來拍的時候都會 可以過去嗎 對 就蠻凝重的 那你有感受到這些黃隊 你的藝術師這個氣氛嗎 然後那時候我是假裝我是一個 就是外送員 然後送飲料進來 我戴口罩 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欸怎麼氣氛有點沉重這樣 那其實他們剛好在講心裡話 所以當天我其實是有聽到就是 玉蘇的一些心裡話 我很清楚知道 每一個人對於團體的適應能力 都是不同的 這沒有對錯 玉蘇還在對上的時候 我其實都蠻常跟他開玩笑的這樣 我覺得他是比較需要 大家去注意他的一個女生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比較難去說什麼 因為其實沒有參與到他們的過去 但我相信黃隊一定每一個人 每個隊員都是非常可愛 然後很單純 不會有什麼奇奇怪怪的想法 我一定要幫他們說話就是說 我有看到他們在 解決問題的這個過程 對可能不是一次不是兩次 我作為他們大哥哥 我跟他們說 你們沒有做的事情就沒有 對不需要真的往心裡面去 話說呢 奧犬八月被拍到帶著空姐女友 參加威廉婚禮 周往三個月還是熱戀期 就被全明星的訓練Sable 只能趁著空檔約會 對 我都會比如說這週 重重把練習的課表出來的時候 我就發給他 所以現在跟女朋友的感情 是你見過嗎 喔沒有沒有 其實很短 我們沒有很久 差不多三個月 有機會的話就是可以回去這樣 你有問嗎 就是空姐比較沒有年假 問他他就是應該只有 大年廚藝跟廚戲吧 那如果他是放這兩天 我總不可能帶他回我家 所以可能看之後再看看 對啊 那也要有成刀過年 沒有啦 應該可以啊 應該可以 我現在很不習慣 就是這樣大方的彈這個 我感覺一下 我適應一下 不是我是第一次就是 第一次你感激這麼多人 就理所當然的 在談論這個 另外一半的事情這樣 記者會上 就是跟你們要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想一個這樣 對啊 我想說你這麼的大方 談談人談有沒有比大 因為我覺得都幾歲了 對啊 對啊 這是本來就很正常的事情 威廉啊 然後小雨啊 都已經走到家裡 你有沒有想不到加快 不會因為他們幾個啊 因為其實身邊 就是同齡人都已經都是家庭 或是小孩兩三個 其實早就已經在承受這些東西 你的這種人生觀的東西 有時候覺得 這件事情很重要 有時候覺得 想工作好了 到現在我說 我還是覺得 沒有非常確定 就結婚這個事情 然後不會跟人說 我一定要結婚 我就覺得說是 可以 適合我才結這樣 對 沒有給自己時間的壓力 對 我沒有覺得人生一定要這樣才對 那對於每次都有人問說 放放朋友 在哪裡 這一題 我跟妳講過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想想已經 分開十幾年了 我們是一零年分開的 有期待這一點嗎 當然 我大概有出手 大概三次 我是具體的 不一定是演唱會 可能是一個節目 因為 你知道嗎 已經不是小男孩了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就你要去尊重 所以 我並沒有完成這個事情 外面都是考量誰 我 我不好說 就原因白白種啊 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考量 不像以前我們就是 六個在同一家公司 這麼好搞定 一開始我會很緊 我就覺得 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 大家聚集在一起 但越急你又越生氣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緣分還沒到 有一個是我自己說 好 我酬勞不拿 就是 都給你們啊 那你們可不可以就答應我 這樣 我就講出這句話 對 可能 他們覺得酬勞不夠多吧 所以是 你還是可以期待這題嗎 可以啊 因為我感覺大家很珍惜這個 第一次的合體 所以就不會輕易的去 答應說他們覺得不OK的東西 大概到六七十歲的時候 就可以做決定了吧 因為我可能比他們大幾歲 我不想要很老的時候才去 還要向偶像開演唱會 我覺得今天還是在狀態好的時候去 做這件事情 你一直拖啊 我要每天塗多少保養品 我要一直維持偶像很累耶 比如說五十歲好了 五十歲合體演唱會 夠晚了吧 然後那時候還要穿那種 就是很華麗的那種偶像服 不是很怪嗎 還要唱那個什麼苦茶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當初的這個分開 有一點就是 不是給粉絲那麼好的一個交代啊 就是有點突然啊 是讓人家難過的 那我心裡會一直想這個事情 覺得好像有點對不起他們 這麼支持我們 所以雖然說分開了 但這個破鏡從圓 至少給他們一個就是慰藉 那你之前就是 戴大陸很久啊 那是不是回來 覺得身材變多了 其實有一陣子我會覺得說 欸怎麼 就需要去調整一下這個心態 因為我覺得藝人不是就是 唱歌跳舞演戲嗎 我後來也覺得說 那藝人應該不要有框架 對我也不要給自己框架 就來挑戰看看 對 而且我最近也喜歡做菜 以前比較小的時候覺得 喔我一定 我很帥 我才不要做那個 我覺得越來越大 就會想要去體驗更多不同的事情 我記得我還在北京的時候 然後那一集就是比較不好播出來 然後對微博就開始了 然後我自己在那個飯店我看那些是真的蠻走心的會難過 還是因為你在異鄉 異鄉也有 還有就是你被誤會 對 你被誤會又不能去說什麼 在節目上呈現就是覺得我心機很重 對啊 但其實我根本不是 我是想要團隊好 不適合我唱的地方 我就想要去換嘛 但換之前我有沒有練習 一定會努力練習啊 但你如果節目沒有播出 你練習這一段 大家就覺得你是在找麻煩 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 我現在需要排件 因為我住的樓層有點高啊 然後我就找了那個薛之謙 我知道他也有發生過比較大的事情 他說 兄弟你現在大概什麼情況 OK 如果 你這個事情是這樣的話 那你大概就是皮肉傷 我說 那你當初你的是什麼 我大概就斷手斷腳而已吧 我好很多 兄弟 他很慘 他很慘 但我現在就是有一些後遺症啊 比如說洗碗洗到一半 然後會想起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還是會抖一下 不行不行我 我今天一定要發一個文章 我要告訴大家真相 然後再洗第二個碗的時候 算了算了算了 就常常在這邊徘徊的 我們那個同隊的 比較理想 他有一週跟那個 林志炫大哥 就是有一些 誤會 結果他睡我旁邊 你知道嗎 他每天已經很累了 然後就很亮 我就說 欸你手機可不可以關掉 他說不行 我每一個都要封鎖他們 然後我就說 好了啦 下一半就過了 現在觀眾很健忘 下一半碰我